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是6月2日 经过了5月31日 那个是澎拜的日子 指数升500多点 成交升上2000多亿 这样接下来6月1日和6月2日 都是借下来的 这个是6月1日和6月2日借下来的原因 其实是等于5月30日 5月29日、5月28日 一个这样的低水平躺平的状态 5月31日 是因为当时有MSCI的换班等等 和月结等等 而形成了一个突然的兴奋